各位早晨,又到上班的时间了 一起看外面的交通情况 这节我们先看看最新的风路措施 运输署宣布因为交通意外 元朗公路往屯门方向近赴泰川的快线现在已经封闭 车隆隆未去到黎围 接着转看一下新界方面的行车时间了 我们先看看吐露港公路近科学员出九龙东九龙最风方向 同样都是交通繁忙的 时间方面是15分钟和14分钟 而出九龙西方向就是交通长迅用12分钟 接着转看一下九龙过香港的行车时间了 我们先看看七咸道北南行线近佛光家游乐场 行西岁过香港那边就是交通长迅用12分钟 而行洪水的话时间就会久一点 那边是交通繁忙用13分钟 接着我们转看公主道南行线近概民村 行西岁就是交通长迅用12分钟 而行洪水就是交通繁忙一点 用17分钟 先看看外面的即时交通情况 交通消息先说到这里了 好看的 我先让你留下了 好看的 好看的 好看的